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人都已经占得通了三年三夜了 这 这干什么呢这是 两口子吵架吧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埋葬的面积 但是我们也好好珍惜 直到时许之后 我才能够认识的爱情 然后会没记忆 尘世间最痛苦的是莫过一次 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的话 我会对这个女孩说三次 我爱你 如果非要在这段爱上加上一个期限的话 我希望是一万年 一万年 听不到浙 someone 听不到浙影 的时候可以 相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赐予其无尽善念 万物有阴阳 智慧善念皆为阳 你可愿加些阴霾之气 使万物遵循平衡之法 尽遇欲帝 发射 一点点就好 加点什么呢 煤气如何 一点点哦 没事的 没事的 你最近只要不轻易下凡 应该就没事了 没事没事 大不了 多倒霉点呗 呃 李宗盛 嫦娥仙子已经备好了新药的仙酒 今后多时辣了 快快快 朕要为仙子赐福 拜见玉帝 嫦娥仙子 快将你的酒分给众仙家 各位的酒杯可装不下我的美酒 仙子 那你的酒在哪里啊 仙酒就在那里 不过臣最近户外鉴赏空间 久闻陛下成仙之前 所持紫青宝剑法力无穷 臣想一赌气风采在城上美酒 好久好久 没问题 快 快 那是 那是什么 好像是毕马温 什么毕马温 就是上次您喝多了 赐给花火山一只石猴 不过真是太糊涂了 不过真是太糊涂了 快 快 不用了 快 。 我 疯了 。 。 你 你 快 我 。 我上 你这只臭猴子 难道我大天庭还打不过你 可以啊 玉帝 你把我还真来 没关系 反正这个 毕马坟我也做够了 你玉帝的位置更适合我 我让你出来呀 你都让我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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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有干起来 我真的让你来干起来 我已经干起来 走来的 无形山崖中锋芒 不可会收复了狂 我你让海水最强 天使过光 一路行者不将 凭什么天想有资格 把时间划分三角 就留职责 是谁要寻现什么 原本只是在心里 一念之隔 我眼睛睛都看不过 明明多么难得 一整一鞋都有隐末 哭天下众生惺惺色 是无恋成了自我 几天大声又恨不可 谁叫我天下无数 千古把花又增长 就算是地下黑暗 就算不复得 走心山崖 你这玉皇大帝有什么好得意的 我美猴王才不稀罕 我要做 齐天大圣 屁 你还美猴王 你俩猴毛哪儿美啊 你就是把毛都剃了 也没我高大威猛帅气 你这只妖猴 这只妖猴 她基于玉帝之位 触犯天条 天明天将 快接纳她 啊 好 好 好 姐 好 姐 他 他 他怎么了 启禀玉帝 玉帝 此酒非同一般 他恐怕是 喝多了 恭喜玉帝 用一杯酒 就击退了妖猴 不能让妖猴继续为非作歹 天兵天将 继续通缉他 是 没想到这里这么多人呢 玉帝寿尘 在这昆仑仙山下 沐浴彩虹云 便会一生好了 自然 人人都想来接受洗礼行程 你们看 有人在发出小风 有人在发出小风 你看 多危险啊 多危险啊 姑娘 姑娘 没事吧 姑娘 姑娘 你没事吧 没事 不用法力 确实有点费劲 姑娘 这绝小风眼壁陡峭 据说没人上去过 你何必为难自己呢 因为啊 我要重收覆水 我没听错吧 这姑娘说 她要重生覆水 不能用法术 据说这彩虹雨 就在这彩色云体上面 在经过绝小风封顶的大树时 会有片刻凝结成果 只要将其收集起来 就如同重收覆水 但是不久 云朵散去 彩虹雨便会轻轻而下 终于过彩虹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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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 放开 好 这不过彩虹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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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啊 是谁啊呀 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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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仙童说天鹏元帅约我到此 可有什么事吗 天庭这么大 仙子却偏偏走进了我城堡的地方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你这魔人的小妖精 总是这么聪明 我可是仙子 你居然拿我跟妖精相提并论 听说你最近库外界上的名剑 对啊 这是我从品剑堂精挑戏选出来的十把名剑 今天就不看完 我去回家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走吧 干吗呀 给个面子多少看一眼再走啊 我先走了 你 你是第一个敢对我动作后的女人 不过我喜欢 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好了啊 乖啊 我们继续看见 你干吗啊 你打我干吗 我 我好容易找到你剑 就让你开心一下吗 你干吗打我啊 就算有再多剑又怎么样 我要的只是玉帝的紫青宝剑 为什么呀 我这是在哪儿啊 我这是在哪儿啊 这位姑娘 我做错什么了吗 这位姑娘 我做错什么了吗 混账妖女 你自己做什么自己不知道吗 口有点渴 喝点水 哎 哎 喂 你住手 你也要喝 我杀了你我 等一下等一下姑娘 我知道我一定做错了什么事情 但是请你告诉我 我一定会负责的 负责 我昨天好不容易登上绝晓风 我准备利用彩虹雨 来附水重收 结果呢 你这么一只大猴子 天上掉下来 把水全都弄散了 我今天早上 好不容易又采集了露水 准备再次附水重收 你给我把它喝了 就这些 就这些 你还想要什么呀 我懂啊 我懂啊 就说因为我 坏了你的大事 那你说怎么补偿吧 补偿 腹水难收 我好不容易想到办法 完成这件事 结果你呢 连续给我捣乱 好了 现在我完不成三个难题了 我也得不到子情保险 你说怎么补偿 什么三个难题 什么子情保险 这种烦台一直要吼 你怎么可能知道 子情保险的谜 那你倒是说啊 我大胜无所不能 何况三个难题的 原来你这么费尽心思的酿造鲜酒 是为了跟玉帝交换子情保险 没错 子情保险能变真情 虽然只是传说 我也想试一试 你想问什么呀 我只是想问 我是不是只能永远独居在清冷的月宫 再也遇不到我的真爱之人了 那个你看啊 这个 人世间的缘分啊 就是如此的神奇 你无心插柳 但却白柳成冰 你想找的真爱之人呢 其实远在天边 真在眼前啊 你说你是真爱之人 我可不信 更要把子情保险找来 验证你一下了 还验证什么呀 这是怎么验证啊 再说 再说你现在鲜酒都没了 你拿什么跟玉帝换啊 你说的也没错 你我虽然都是神仙 但也无法让时光倒流 还说什么真爱呀 大家都是神仙 所以才般配啊 骞子你再考虑考虑 骞子 时光倒流 我从小啊就坚信 我的义中人是个盖世英雄 有一天 他会踏着七色的云彩 身披金甲圣衣来娶我 依我看 这天上天下 盖世英雄只欲我一个 还有什么金甲圣衣 我那儿多了去了 我都不稀荡穿 你能不能赶紧说那三个难题 连三件难题都不知道 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盖世英雄 你不说 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是这样的 玉帝呢得道之时 从挥动神剑斩断了青丝 这把神剑正是子卿宝剑 子卿宝剑呢 因此就通晓了天人魔 三界所有的情爱之事 现在啊插在离恨天 特殊幻境的青梗石上 我只要得到子卿宝剑呢 就可以知道 我的意中人在哪里 可是必须要完成三个难题 就是覆水重收 破镜重圆和死而复生 而且不能使用任何法力 总之啊 只要是完成了这三件难题 我就可以知道 我的盖世英雄在哪儿了 等会儿 你说什么 完成这三件难题 我就可以知道 我的盖世英雄在哪里 不是这一句 三件难题 覆水重收 破镜重圆和死而复生 也不是这一句 玉帝得到之时 曾挥动神 没错 就是这一句 这一句 这句怎么了 这把剑是玉帝老儿的 对啊 所以我帮定你了 只要是能够奚落这个 玉帝老儿的事 我一定义不容辞 你说得见 光是覆水重收这一件事情 就已经够难了 我好不容易才想到 用彩虹雨来完成 结果呢 都病给搞砸了 现在啊 我都不知道彩虹雨 什么时候才能遇到 得到紫青宝 您真的很难啊 重收覆水 交给我们 哪儿啊 哪儿啊 我家花果山呢 你家 你家怎么能重收 喂 请你的 谢谢 怎么了 你不喜欢吃这些 你早说呀 花果山物产丰富 什么没有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这儿没有的 我早该想到了 你就是一只猴子 你怎么会明白我说那些呢 好啦 你现在也回家了 我该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啊 不就是覆水重收吗 有什么难的呀 嗯 跟我来 喂 好漂亮 你是说 这儿可以重收覆水啊 没错 不愧是个傻猴子 这儿呢 瀑布虽然好看 但是紫青宝剑 要求的重收覆水呢 不是什么水都可以的 你怎么就知道 这是普通的水 你看这个瀑布的造型 每天哗哗哗地往下流 像不像是有人在上面往下倒 每一滴都不会重复 真的是太浪费了呀 那好 来都来了 怎么样试一试 等一下 好 地方呢 是没错 但是呢 我们还要再等一等 等 等什么 来了 我等会儿再跟你正式些事 先办正事吧 我等会儿再跟你正式些事 先办正事吧 我等会儿再跟你正式些事 我等会儿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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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等会儿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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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 我等会儿再来 我们的年龄是不能说的 这一下 知道大声为什么带我来这儿了 愉悦龙门 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努力向上的过程里边呢 就算是瀑布急流 也能见起水花 虽然水花少 但是却很珍贵 这会儿 你知道我说的没假的吗 假是不假 不过小李游一次都已经疲惫金了 你要是用这种方法呀 挤满一瓶 根本不可能 想要成为龙的 可不止我一个 现在看你的了 嗯 嗯 现在看你的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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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 众生听闻异佛城 心生惧怕 怕的就是佛道长远 路途艰险 而不想亲近佛道 想要彻我成佛 只要用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 一切众生从无始来 弥己为物失于本心 若能转悟 则同如来 身心圆明不动道场 于一毛端便能寒寿十方国土 佛陀太白金星来了 南无阿弥陀佛 玉帝何事 反太白金星前来 花果山有一石猴 有些本领 玉帝 曾招踏上天庭 封为匹马奔 谁知他先关下来 竟反了天庭 自封齐天大圣 这妖猴神通广荡 众天兵天将出马 也没能将其收复 如今这妖猴已逃离天庭 势在尽急 因此玉帝 这仅无来相遇 积天大圣 这个成金的猴子 胆子实在不小 妄想罗于玉帝尊位 在座诸位 你们都听到了 可有人自告奋勇 去勤那猴子回来扶法吗 谁去也何事呢 此人许愿也要谨慎 此去必须将妖猴 一起拿下才行 正是 不然 岂不是更加地 助找他的威风 阿弥陀佛 其实睡觉 也是一种修行 这位是我的二弟子金蝉子 阿弥陀佛 既然如此 捉拿妖猴的任务 就交给他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拜托大师了 大师既然是如来所见 想必定有一身非凡的本力 只是那妖猴凶狠非常 大师千万小心 我这就回天庭回报御地 静候大师佳音 你说什么 什么豪指 你静候什么佳音 那个石 你慢点飞啊 很危险啊 师父 刚才弟子在修行 没有听清楚你们在了解什么 可不可以再重复一遍 金蝉子 你苏去苏回 让那猴子趁早归以我福 莫要一错再错 不 人间这么大我去哪里找孙悟空啊 不过还好啊 坦白金蝉给了我一张孙悟空的画像 坦白金蝉给了我一张孙悟空的画像 长得真丑啊 又倒是露在嘴边 快点 早安 对 快点 feels 快点 快点 wieder 好 好 室敦 好 拿 走 还是挺干净的嘛 村者好 仙子辛苦了 这是您和紫霞仙子 这几天的薪水 村者太客气了 我与紫霞此来为的是休息 怎么能拿薪水呢 仙子 是我措辞不准确 不应该是薪水 只是些补给 那就 谢谢佛祖了 请问这是我跟紫霞两个人的吗 是的 这是两位打扫长廊的记录 可以以此奔发补给 敢问尊者 紫霞怎么打扫得这么少啊 你跟紫霞身形接近 会不会是我记错了 不过话说回来 确实好像有些日子 没见到紫霞仙子了 好你个紫霞 你竟敢留我在这修圈自己去玩了 仙子息怒 这都是修行 你来紫霞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平心静气 不要让自己更加易怒吗 啥废话 这就去把你给紫霞抓回来 走 所以 现在又要重新开始打扫了吗 可是钱你已经收了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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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想吃霞王餐 以为自己是齐天大圣啊 滚 滚 大行就 齐天大圣有什么拽子 我六个人迷红厉害起来 吓死你 这也好秀逆 你现在还要生气一些 刚才听你说到齐天大圣 你是不是知道齐天大圣 受苦在什么地方 你背上 不知道 不要那么生气吗 虽然你们两个啊 看起来 都是同类 但是好像你并不知道 他在什么地方 那凭总搞死人 等等 黄志陶 都在讲这个齐天大圣 这会是谁啊 他好厉害的 他跟你一样呢 是一只好者 他叫孙悟空 上心下心 无所不能 连天兵天将碰到他 都要打几个寒船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事情呢 陆空 他不是花果山上那只小时候吗 你个香蕉 他现在发展得这么好 哎呀 太厉害了 我跟你说 哎呀是 他一定落叶归根的 离开天庭之后 应该就回到了自己的大不宁 花果山 我真愁闻又为好 我自己的女人 时候打了牛 还是牛庄红 天上那只猴 很少那逗牛 时候打了牛 还是牛庄红 他就会打了牛庄红 他就是扁草的 他就会打了牛庄红 你都没有 你找到他